斗罗大陆爵士唐门实力排行前五名 第一名竟然不是霍宇浩 第五名浩天宝大宗主牛天 这个人物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没错就是唐三的小舅子天青牛马 曾经和泰坦巨猿一起献祭给了唐三 后因唐三成神被复活派到了浩天宗成为了大宗主 也是唐武童的大爹 修为达到了99级极限斗罗的层次 喜欢帮助唐三考验霍宇浩 第四名死灵圣法神 亡灵天灾 与星斗大森林和霍宇浩相遇 继而帮助霍宇浩斩杀死神使者 助霍宇浩收复士林克刀 将其进化为生灵之金 神使祭祀于霍宇浩的生灵之眼 因为将雪地转化为魂灵 后领合范化为了霍宇浩的第三武魂 第三名神界之法者唐三之女唐武童 来自于斗罗神剑 大神圈至高神王海神修罗神唐三 和修罗剑鞘小五之女 传承海神 修罗神血脉 蓝银黄血脉 柔骨兔血脉 一丝纯粹的龙神血脉 体内留有唐三的一女神石 在下界斗罗大陆中 是浩天宗的少宗主 唐门主要成员之一 史莱克学院内院老师 第二代史莱克七怪之一 年龄排行第七 上升神界后为神界的二级神器蝶神 第二名情绪之神霍宇浩 控制强弓双系 实力为百级以上神王 神石秀为极高 斗罗神界神石最强者 有着十二神王之中最强大的神石 至此霍宇浩成为真正的神王 第一名唐三 初代史莱克七怪之一 年龄排行第三 浩天斗罗唐浩和十万年蓝银黄阿银之子 成神后传承海神与修罗神双神位 斗罗神界委人会五大神王之一 众神之战后 与诸神王一同建立大神圈 为掌管大神圈的神王之一 这就是爵士堂门中 实力排行前五名的人物 对此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